老实说我们这个无面法是一个就是称反我们的民主自由的一个法力的 如果你有看过我们现在的特首说的话 他是说他是用这个紧急法去用去去颁布这个法力的 这个法力是这个紧急法是老实说他是不需要经过拉法位里面去看去投票去什么 审议对对对审议 然后老实说他这个就是一个赌场 很过分啊香港政府 我们我从来不出来示威的因为都这样子 你说他是有多过分啊 这已经那个搞得香港的市民这样子 又到处放那个催泪弹 然后又不清理 哇他还给不给香港人服啊 现在是连戴口罩都不行 然后呢在学校里面学生戴口罩 他就这个教育局局长就说没有事 但是他白纸黑字写出来如果真的有事的 他照照文章去做事情的嘛 是不是 我根本不可以不相信他对香港政府说的话 那做一个妈妈因为我也是妈妈两个男孩 我告诉你 就觉得很难过连小孩出门都要带 当然啊 他这样子其实很过分啊 这有连小朋友他都要搞啊 他有没有搞错啊 真的 在我这个香港人 我这个中为香港的市民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政治 真的不能接受啊 啊